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辰 仗出息了 都敢动手伤人了 刀剑无眼 快收起来 三妹 还在怪大哥吗 侯爷 越迟不敢 当初你背着家里出去 有未婚生子 给亲家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身为家主 也是出于无奈才 越迟不怪侯爷 一切都是越迟 自作自受 过去的事 不提也罢 今天的事 我可以暂时不追究 半个月后便是天兴学院大考 你 必须在大考前完成血脉觉醒 这证文 凡复程度远超我的理解 加上这行云流水的笔法 王妃那张图纸 真是这个少年所为 速度太慢了 你去速动震闻 我来提出杂志 哦 进货震闻 好了 开始出气吧 哦 那 啊 女子的炼制过程 和平常的宝兵炼制 截然不同 数目天说 难以理解 听好了 我只说一遍 哦 绝月牙叶二两 三株仙芦花 是玉无根水中 用文火熬制两个时辰 芬儿 将这小畜生 是如何得罪梁羽大师的 一五一十地说给大家听听 秦晨啊秦晨 你还不承认 前几天 我带着父亲花重金 买来的黑药明石 去气垫找梁羽大师炼制宝兵 当时梁羽大师已经答应我的要求 可是这秦晨偏偏要惹怒的梁羽大师 如果不是秦晨 我们秦家怎么会得罪梁羽大师呢 导致我们损失那么多 长此以往 恐怕我们秦家以后去气垫办事 都会被人刁难 秦晨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 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 你居然一点悔改的迹象都没有 你眼里还有没有秦家 我提议 将这小畜生赶出秦家 以免给我秦家带来更多祸害 这不妥吧 这赶出秦父可是大事 最起码也等老爷子回来再说呀 秦远志 老爷子正在边境驻军 和昭国交战